周二 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马修·奥尔森 出面回应了达勒姆报告 对司法部和FBI的严厉指责 美国特别检察官达勒姆 周一发布了一份长达306页的调查报告 严厉批评FBI在没有掌握任何实际证据的情况下 就启动了针对前总统川普的通俄门调查 又单纯依靠川普的政治对手提供的未经证实的信息 来推动调查 严重缺乏严禁的分析 更认为通俄门调查根本就不应该启动 达勒姆还指出 FBI把针对川普的通俄门调查 和针对民主党希拉里等人的调查两样对待 因此司法部和FBI都没能坚持 其严格忠于法律的重要使命 达勒姆报告公布后 FBI行会发声明回应 称 以针对通俄门调查 实施了几十项纠正措施 并承认如果这些改革措施 在2016年就已到位 报告指出的错误做法本可以避免 川普此前多次表示通俄门调查 是对他的政治迫害 并誓言将曝光执法和情报官员的大规模 不发行为 达勒姆报告出炉后 川普对福克斯新闻表示 他本人及美国公众都是通俄门骗局的受害者 启动通俄门调查的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 以及民主党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演书综合报道